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深交所开出了多达12条的问询清单,要求穿透披露投资方,详解高估值高作价,及传奇影业的经营状况以及利润承诺依据等。 两个月后,8月1日晚间,万达院线突然公告称,交易各方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尚不够成熟,最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对于此次重组的终止,万达院线方面表示,主要原因在于本次交易预案公告后,证券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万达影业相关人士对财经表示,目前确实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时机也不太好。 万达院线总裁曾茂军在近期公开表示,此次终止是公司主动做出,并称退市为了近,万达院线此次重组受挫并非克力。 此前已经有多起影视类公司的重组计划受挫。 暴风科技在6月曾试图以10.8亿收购演员刘诗诗的稻草雄影业遭到证监会的否决。 同时唐德影视意义终止拟现金收购范冰冰,及其母亲持有德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据财经了解,影视类资产价值需高存在泡沫,成为这一轮监管政策缩紧的直接原因。 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了4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达48700分号。 如果保持这样的增速,中国有望在三年内超越北美,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已经很少有行业能达到这样的增速了。 大地影院总经理余欣对财经记者说,行业的高速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涌入。 根据WIND的数据,2015年一共有125起并购产生在电影与娱乐行业,并购总额达927亿。 一台资本创始人王冉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从2015年起,中国影视产业资本泡沫在变大,表现之一是影视公司估值虚高。 同时艺人、导演、小说改编权的资产价值脱离了实际价值。 比如,2015年,华谊兄弟用超100倍的溢价,以756亿收购仅成立一天的东洋浩瀚,随后又用10.5亿元收购仅成立两个月,总资产136万元,负债191万元的东洋美拉影业。 2016年,唐德影视宣布收购范冰冰下属公司艾美神51%股权,这家注册资本仅有300万的空壳公司估值高达8亿,而随着政策收紧,一位影院集团的高层告诉财经,像过去要来影城借壳松疗汽车这种明显的借壳行为在未来肯定不可能实现了。 2014年8月,以汽车整车车身研发,生产为主营业务的松疗汽车,以232亿元向要来国际,华裔互动娱乐等收购要来影城100%股权,在2015年第一季度被扣上ST连续三年亏损,推示预警希望借此业务毫无关联的跨界为自己止损。 此后,影视业的并购愈演愈烈,亡然告诉财经记者,盈利能力成为了近期并购重组是否成功过会的重要原因。 比如,在近期上会的19家并购重组案例中,有5例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遭否决,其中标的盈利能力问题是审核是否通过的关键因素。 不少业内人士分析,传奇影业大幅的亏损无疑也是此次万达院线重组最大的障碍之一。 万达收购的美国传奇影业公司2014以及2015年度实现收入26、3亿以及30.2亿。 但同时,两个年度净利润亏损额也分别达到了22、2亿以及36、2亿。 除此之外,万达影业的高估值也是此次并购终止的原因之一。 万达影业重新提交的业绩承诺显示,按万达院线开出的收购价,万达影业的市盈率高达2189倍。 在传媒行业的并购案例中,该收购市盈率远高于乐视网、新美联合以及共达电声的相关案例。 再次重组录,此次重组终止后,根据万达院线的公告,交易各方拟探讨调整交易价格的可行性,同时不排除在未来合适的时机。 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格基实施重组,公告中,万达院线所用的终止重组而非终止。 这就意味着此次重组是暂时停止。 资深市场人士胡锋文表示,基于公告中这样的表述,有经验的投资者都知道这意味着重组很有可能,在2017年就会重新启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